請收看 為心世界 擁體洪水學 團發江澤 吳載節 祈求彼岸 永濟鄉 各位美國女兒 我們一星大學 紐約婚校的 郎講師 李講師 楊主任 和各位同修 阿彌陀佛 好 風水書 風水切幾乎車 無用無雜丫 風水書是一牛抽 你要用 還不到十頁 那麼這十頁應用在你家庭裡面 不容易 你翻箱倒櫃 你把所有的資料查出來 要查出我們家的毛病在哪裡 也許你要一股車一牛抽 然後你要找到 可能還不到十頁 也許只有一頁 那麼這一頁呢 我翻開來看你有沒有 沒有 原來我現在有點老花眼 我說帶著小姐的眼鏡 孩子臥室小 不口裝潢太複雜 在第七十二月 第十六條 孩子臥室太小 不口裝潢太複雜 屬空間加大為奇 很多人 盡量裝潢得漂漂亮亮的 結果家裡臥室裡面 很複雜 人一進來 心量一直開始狹隘 小孩子心性漸漸會變 讓你爸爸媽媽莫可奈何 奇怪 我的孩子怎麼變得這麼現實 不是說奇怪 我的小孩子怎麼變得這麼聰明 這麼節儉 現實 令色 到以後你就知道 你要等到他大了 你要吃他一頓飯 你要等啊等啊 等啊等啊 等到眼睛變歪一邊了 鬥雞炎也等不到 這個 所以臥室小的話 你們不要掛東掛西的 牆壁 白牆壁 心靈就開朗 這是風水 很簡單 所以剛才記者會 一位記者 他問我說 能不能去看燈 可以啊 你盡量看燈 但是我不付費 因為你看燈 我也不收錢 你看燈了 功德一見 因為廟法嘛 你看燈 我可以善意給你 這是風水嘛 是大家的嘛 大宇宙的嘛 我怎麼能夠把它拿來 當作我自己的專利品呢 這很簡單 因為我在十幾年前 將近二十年 進入 進到一個家庭 到他呢 哇 你這小孩子 心量很狹隘啊 對啊 不知道怎麼搞的 我現在小孩子 兄弟為小事也在計較 之後在計較 跟老爸的計較 以前我牛奶沒有跟他計較 他現在竟然不能計較起來 對啊 你臥室 你為什麼掛東掛西掛這麼多 掛了整個沒有空間 小孩子臥室小嘛 你把那空間放大嘛 全部都撕下來 而且他怕說他孩子回來 會生氣 放心 你把他撕下來 他回來不會講話 他真的啊 真的嘛 是啦 晚上孩子回來 有沒有講話 沒有 蒙久就睡覺 第二天早上來 孩子三天還沒有注意到 他牆上的東西 被媽媽都拿掉了 你看 後來漸漸這小孩子 心量放大了 兄弟姐妹吵架就少了 這又很簡單的要領 讓我們在世間上 很容易惹上的麻煩 這個風水啊 八萬四千法門 不是只有在看我們的葬事 我們往生以後的地 好 那再來呢 我們再隨便再環一夜 環一夜 環一夜 照相 廚造的香 第六十三夜 第六條 照可不可向廚房出水口 瓦斯爐在CAT的地方 前面 瓦斯爐前面 比如瓦斯爐在這邊 你們在那邊煮 前面這裡不要有出水口 出水口口袋你有多少錢 連鬼都知道 你一定要花完回來才過癮 不然呢 錢一進門 小孩子當天晚上就去急診 花高燒 什麼都來 等到你的錢花完了以後 就不會再花燒了 我印證了好多的家庭 我們今天有來了一個師爺 張秋霞的師爺 他的老爸的家 也是就是這種 我說 哎呀 你這個耗材耗不盡 對呀 你到底要有錢貴就知道 對呀 那怎麼辦 烘起來嗎 用這個貼布把它貼掉 不要讓水下去了 或是把它用那個 連土把它烘掉 有人說 哎呀 老叔啊 洗地怎麼辦 很簡單 你一個月如果 損耗兩萬到三萬的時候 你請人來整理耶 一千塊錢就夠了 你還賺到一萬九千塊 對不對 你可以請人來一些做嘛 不一定完全要自己做嘛 是不是 好了 那麼你耗了 有的是拉肚子 有沒有吃奶媽媽呢 在這裡炒菜 那麼下面一個洞 一個洞呢 胃場不好 胃場不好到時候 哎呀 你要整理也沒有辦法 胃場好了 你可以整理 既然大大小小 你都可以做健康了 那不是很好嗎 這風水的法則耶 你們這個 南蔣師呢 都有發給你們的 你們要背耶 要背 一定要背 背手囉 你到人家裡 馬上就清楚了 可以告訴他 可以幫他忙 你看這一點 你們是不是阿本 你們是不是上帝 你們是不是上耶穌 你們是不是王產老祖化身 也是九天賢女化身 也是諸侯菩薩的化身嘛 當下解決問題 度一切苦惡嘛 那是不是很淺 不複雜嘛 不複雜嘛 很簡單 還有台灣 有一家 這個 做高餅業的 非常有名 結婚的時候 都要 小姐 都希望 老公呢 買這一個 最好的餅 來作為禮物 曾經我們一位師兄 師姐 戀愛了八年 結果我們的師姐 兩個和師兄要結婚 為了 那個禮盒 我們師姐 一定要那個牌的禮盒 結果我們那時候 那太貴了 平常350就夠了 這1500 2000一盒 開玩笑我錢 又是薪水 又沒有辦法 錢那麼好賺 因為這樣就分手了 分手了 有一天 過了一年多 這個高餅業 這一個公司 在台南 他就要我去看他的住家 看住家 蓋一間大工廠 我到他的床 我到他的床 臥室的床前一看 床呢 前面這裡 電視機 電視機跟他的焊床一樣高 我就做水睡的 睡在這裡的話 子宮肌瘤 卵巢肌瘤 一定的百分之百跑不掉 他 現在我是水睡的 我先生 先生就沒有子宮 就不會肌瘤 他先生 我又沒有肌瘤 這下奇怪 那變成我看錯了 結果他老婆 師父你早點來 我就不要開刀了 我三個月前 子宮 卵巢全部拿掉了 現在身體很虛 我原來就是睡這邊 都很難睡 老公睡這裡 一覺套天明 我睡在這邊 肚子常常脹氣 悶悶的 說不知所以然來 就是我們床的前面 有電視機 這現在文明病 現代人的文明病 或是你電視機 你放在旁邊 我們床位的右邊靜靜的 腎臟會長瘤 腎臟結石都會來 在台北國務紀念館 然後館長 他要我到他家裡去看 他看一下 這床位誰在這邊 我睡這邊 腎臟會 腎結石喔 而且腎臟也會長瘤 他老婆 很生氣 我老公就是這樣 害我耶 這裡腎臟去檢查是肌瘤 老公他也很無奈 你沒有講我不曉得 我真的這裡看比較方便 有時候方便 就不方便 方便就變煩惱 這個是風水很簡單的 那個呢 那一年我在台北國務紀念館 舉辦的殘境書道展 樓上樓下都給我用 整整將近六百坪的展場 這個館長 他也很謙虛的 然後去看他的家 這家呢 他其他的客廳 客廳呢 部署很豪華 我說你的客廳很豪華 但是你進來心裡不會毛毛嗎 我也不會說 好像回來 就一下子想出去 因為他客廳很豪華 各種形式的裝潢都有 人的眼睛 絕對不能接受太多不同形象 不同現象 不同形式的東西 太多了 頭腦會亂 心會亂 你就坐不住了 我跟館長說 你的客廳呢 就是佈置太好了 好 而且呢 客廳所佈置的 就是檀木 紫檀 黑檀 我們一個人的家 若是牆壁布置裝潢的黑壇 地上聖年寿 官司不斷 我說館長啊 這個有官司喔 太黑暗了 因為應一句話 陰陽日月最長生 可惜天理難昏明啊 因為陰陽日月最長生 我們不知道陰陽對待的法則 他說師父啊 我一個官司禪四年 這個禪四年了 不知道怎麼辦 這個怎麼解 弄得很煩喔 不知道怎麼辦喔 我說你牆壁紫檀呢 你必須把它改噴 烤漆淺色的 白色啦 或是襯托一下 讓它整個亮起來 地面 尤其那個地面 黑金鋼的地板 你把它鋪一層 這個塑膠板就好 不要再敲掉 反正這個塑膠板呢 等到你踩壞了 已經你到棺材裡面去了 因為塑膠板像這個 要壞三十年才不壞 何況再只有一個家庭呢 他告訴我 有這麼厲害喔 有 他改了 改了兩個月 他懷案通知 又在審查 審查的時候他原來被冤枉了 突然間想起來了 清清楚楚 解掉了 煩惱解除了 這是風水耶 所以大家很容易去患上這些毛病 但是煩惱 一直煩惱 不曉得原因在哪裡 我們的臥室 很多人在臥室裡面 他佈置了羅曼蒂克 粉紅色 墻粉紅色 天阿板也粉紅 地面也是紅地毯 床單也是紅床單 龍鳳城祥 哎呀 我告訴你 這個要是早生貴子 可能有時候也生不出來 離婚的率非常的高 在台灣這種離婚率很高 因為我們的眼睛是離卦 眼睛離卦離為火 那麼看到所有紅了太多 又是火 火火變成燕 一燕 就是會往頭上我們的泥丸宮 王產老祖玄真經 你們有沒有送 有喔 要練喔 老祖玄真經告訴我們 我們爸爸媽媽因得和和 十天喔 我們就來了 懷孕的第十天 我們就來了 來了 坐上輔團 輔團是什麼 泥丸宮那薄薄很薄很薄很薄 還一點點我們就坐在那邊 坐在那邊 開始眼熬鼻舌生 前對離陣順康耕昏 我們人的結構 人的身體已經形成了 但是開始錢掛錢為天 錢的天為金 為金耶 我們這種火一聖耶 火來課金耶 會睡不著耶 三更半裂 老公回來了 當然老公回來 裂了半時 就開始要講羅半蒂克的話 你要講耶 老公又裂 你又要 興致勃勃要講羅半蒂克的話 兩個孩子意見不紅 很衰啦 嫁人很衰 原來以為你是多好的男人 現在你這麼的無情 這麼沒有去 離婚好了 台灣的離婚率很高 前幾年 離婚率很恐怖耶 當我把風水學這個法則講過以後 一些家庭呢 趕快油漆 刷掉 換了這個顏色了 床單包起來 第一遍呢 第一遍呢 紅地毯呢 就把它換個元素 吻下來了 這是風水嘛 易經的法則嘛 五行 是什麼五行 眼而鼻手 眼睛所看到的 反應在我們思想 然後在我們的心靈 在第六六四 第六六四 裡面在運行 叫做五行耶 思維在運行 氣在運行 是五行 所以我們易經的法則 和風水的法則 太多太多了 曾經有一位出家 也在電視裡面紅滑 有一天 到賢伯寺去了 到賢伯寺呢 他要我去看他的 在台南左鎮 台南左鎮 山裡面 他有一個叫觀音寺 我去看 觀音寺的正殿那裡 拆除掉了 我一看 蛇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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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會很兴旺耶 他說老師不瞞你說 我們這裡小小的一間廟 但是每次觀音菩薩法會的時候 請客也好 大家聚餐也好 五六十桌 山上排到山下 我說蛇穴 你為什麼要把它挖掉 因為有人 信徒要布施 給我蓋觀音墊 所以我就把它拆掉了 你這個蛇穴裡面有蛇耶 嚇了一跳 唉唷 他挖下去 地基挖下去了 剛好挖一條手 很大的手 捆在 這個 當時的觀音墊的正中央 他還告訴我這個法師 很高興 他又做一件好事 這一條蛇起來 挖土雞的先生 他挖到那一條蛇可以賣一萬八千塊錢 他很高興 所以法師也很慈悲 再賣給我 我要把它放生 他叫一萬八千塊錢 因為是他的地裡面挖起來了 那種沒有產權的註錯 手是十方來了 他睡在裡面了 他給他一萬五 很高 很高興 現在一斤有多少錢固定了 他就開始把它放生 一直練 練奏 把它超度放生 手幾步就往頭看 再走幾步往頭看 一直到對面的山 還是 頭在 謝謝 但是這一間佛事就敗掉了 敗了 這一位法師 他才說 哎呀 我不曉得風水這麼厲害 我現在已經知道風水的寶貴 所以以後我們要幫人家 改建房子 改建道場 你們可以先撲掛 掛沾出來 改建好不好 兄弟搖洞 沒有錢可以蓋 關鬼搖洞 視乎一大堆 阻礙重重 等等 都是息息相關 也是一經風水 妙用 和殊勝 我們過夜 紐約 分校的同修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風水的法則 三分風水 七分做 可見後天 多麼重要 先天 就三分風水 七分做是後天 和佛家所講的社空不二 和知省合一 完全是相符 完全是等號 各位 瞭解到風水的法則 藏在你們的心裡 你們的異世界的心中 然而再反送出來 就受空不二 剛才我們楊主任 送上這盆花很漂亮 但是是假的 有真才有假 有假必從真 真也就是從眼睛所看到的 反射到思想 意識界 然後再反射回來 設計 施工 實驗 製造 各種的過程 出來同樣一個很漂亮的花 看 分辨不出是真是假 這個就是社空不二 心經裡面所講的 社不欲空 空不欲社 社即是空 空即是社 社空不二 社界就是我們所看到的 聽到了 感觸到了 是社界 空界我們的思想意識界 那麼你們現在 風水的法則 和易經 我們朗講師 會盡全力 將所有他所知道的妙法 會傳給各位 幫各位 激發內在 心靈 波解大智慧 然後 有一天 你看到各種什麼現象 你就可以幫他 解除煩惱 等於你再 反應回來 昨天我們 一位師姐 他問我說 師傅 如果要報警 怎麼辦 他研究電腦 程式設計 你也是要從 社不欲空 空不欲社 社即是空 空即是社 如果 累積了過去 所有的智慧 所讀的 傳達到腦子裡面 然後反應回來 寫出陳述來 佛家 佛法 和我們所講的 一經八卦的 先天 後天 先後天卦 完全相符 阿 我們自從出生 哇 一生來的時候 哇 不是喔 有的問著 你看阿彌陀佛才對 或阿彌陀佛 你們哪個才對 阿 阿 我又來了 對不對 阿我們又來了 不是喔 來了 好玩喔 開悟了 他來了 時間又來了 不一樣喔 然後我們從小 會吃東西 也是社空不二耶 社不欲空空 不欲社 我們累積的 幾千萬年以來 我們出生來了 肚子餓了 嘴張開 阿阿 阿就是要想吃 想要吃奶 這也是 受空不二的法門 那麼好囉 三分風水氣溫座 在紐約 這個華爾街 那地圖給我好不好 紐約 是一個好地理 寶地 紐約為什麼會那麼富有 到處都是水 有水就有財 有財 必定要有水 所以我們 一個華爾街 你們看 這個是華爾街 這個華爾街 在這一邊 在這一邊 這兩個水 水 由上往下流 那麼這邊流 氣就往上來 好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高腳碑 像不像高腳碑 像喔 晚上如果我要請客 你們請客都好 你們請客可以用高腳碑 喝看看 你看這高腳的碑 高腳茶碑 裡面裝的是財源 是財富耶 所以整個紐約 是整個世界的經濟中心 寶貴在這個水 那麼紐約到處有水 到處有水 那麼至於 在這個地方 黃子 我們看黃子不要 看這樣 不能順水流 我們要背著水 背著水 因為平原的氣 水這樣流 水往下流 氣往上爬 所以這個地方 當然是很花 這個地方都會很花 你們有機會 盡量搬到那邊去住 好 這是風水 美國 英國 他們老早以前 就知道風水法 上海風水 那麼多水 所以上海的風水 上海有錢人很多 紐約也是很多 包括各位都是有錢人 你們不希望嗎 一定要 但是記住 你們每個人花大財了以後 我們要建道場 你們要布施 是 布施的沿走 你們賺錢的存力 百分之二十 做功德 給我 只有百分之二十 沒有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二十 如果我們沒有花到心 賺不到 那時候賺不到的時候 就不要花心了 因為我們學到這個道了 我們是趨吉必俱 保護自己不傷害別人 是這個道理 不是師父要錢 我只是要大家去做一些有意 於整個大眾的如來志業 所以我們一位武先生 他專門做食品經銷了 做貿易了 做黃地產 在中國城開面館 做好多種事業都很賺錢 他 他呢 坤朗花火院 希望 他在這裡蓋一棟房子 要給我們當道場 和當教室 希望師父能接受 我破面也等你了 三更半月我也答應了 因為我們給他行功利得的機會 但是這位武先生 他告訴我 師父自從去年到台中請教你 我要蓋個新工廠 他蓋個飯店 我花的院以後 我回來一直賺錢 花這個院以後回來賺很多錢 沒有多久時間 這也是風水 所以風水的法軸 在我們生活之中 風水的法軸 在你我之間 我們都是違背了自然的法軸 風水就不好 不好任你怎麼拼 也是做不好的啦 那麼風水水的法軸 三個寶 我們講師如果有講過了 我再復習一遍 水要看得到 水要摸得到 水要喝得到 就是風水的法寶 水要看得到 好 離水越近 越會發 但是要努力 不然你要跳到水裡面去 還是要努力 水是我們的老師 我們要學習水 他的慈悲 他的柔性 他的柔性帶給我們智慧 我們做事業 做人處事 我們也是要以柔性 因為菩薩 他是柔性的 以柔性來度化眾生 以柔性來做人處事 我相信 會 大家會平安 而且會賺錢 所以風水啊 他的範圍太廣太廣 不是只有一點點的小問題 剛才談到造的方向 古時的造 有造孔 有噴火的荒味 現在沒有造孔 往上 所以造像 你不要去瓦斯爐 瓦斯爐沒有像 瓦斯爐沒有方向 只有往上去往上 但是你位置要放對 你如果瓦斯爐放這邊 下面我們排水管 後面的屋子後面的排水管 往這通過的話 你的錢守不住 甚至坐骨神經會痠痛 這是必然的法軸 我印就太多了 如果是你的造衛上面壓了一個樑 壓兩的時候 頭很眼花 頭很白癌 在三年前 我剛好 台詞播到造衛 一位老先生 兩夫妻就八十五六歲了 到大樑市去 看著就要跪下來 我說不可以 你一跪我會短瘦耶 你幾歲他八十六 你跪了我會少八十六歲耶 我會減少八十六歲 不可以 你什麼事情告訴我就好 老先生老婆老婆了 謝謝叔父了 我們夫妻兩夫妻 小孩子都很有成就 也有來紐約 做大事業 他 兩夫妻耶 一到廚房都頭一臉花 沒有辦法煮飯 將近四五年 很可憐 當看到我台詞 這麼講的時候 趕快耶 叫人家把瓦斯魯搬到房子裡來 因為後面是政見 不是偽見 偽見 和政見應該都一樣 但是我們也講 政見比較合理 所以一進來 好了 兩夫妻都好了 會煮飯 他兒子 女兒都在國外 一個在台北 他非常感恩 老祖傳這個廟法 很簡單的道理 那不一般的地 風水的寶書 你去哪裡找 你風水書一流出的 你去哪裡找 找不到 光是上面一個樑 壓著造的瓦斯的上面 或是壓著我們的頭上 要我們頭上 頭昏 腦脹 頭暈 目眩 壓著瓦斯爐 頭心痛 頭啊 一直痛痛的 要吃不好 還有一個小笑話 如果沒有學好 有時候會鬧笑話 我們一位師兄 他去幫了一位 我們的信徒 去看家 其實他家一看 我們的鄉下 那個大鍋 上面是黃子中的 糧壓在鍋上 叫糧壓天心 要平不離 那我們那位寶貝師兄 他就叫他把他祭掉 把他祭掉再沾掌 又不好 那你怎麼辦 所以 這個問題會來問我 我做一個視線給你們看 你們可以沾掛 兩個壓天心 第一 我把瓦斯爐 搬到一的地方 掛譜起來 不錯了 祖聲搖望向 柴搖也不破 那就好了 你就移過去 如果掛沾了不好了 你就不要移過去 然後呢 你要移到哪裡 掛先沾嘛 沾一下好了你再換嘛 絕對沒有事 不然你先把梁 把梁砍掉了 這一個就是液經 我們學液經的人 與其無所生 黃煥與未然 與其無所生 黃煥與未然 黃煥的未然是很高境界 孔子啊 開示我們要黃煥的未然 那麽老子啊 又更高的境界 與其無所生 與其無所生 有什麽辦法 先普國瓜 好不好 清清楚楚嘛 好了明天黃老師 那些股票會漲價會跌價 你可以沾掛 柴瑤明天望向 一定是漲價 柴瑤修求破 明天一定跌 一定跌落 很簡單嘛 但是各位不要玩股票 玩股票需要有福報 但是可以投資 好我要買了 幫助整個企業的運作 我掛沾這個事業 這個股票能不能買 有沒有前途 當然一沾了才有望向 表示說 這個事業 可以投資 望向又有根 以後我們狼獎師 會教各位 但是你們不要急著 先要做股票 大家 我先學到 修到 你到學了 修了 才有根 才有基礎嘛 風水一樣 你要買一棟房子 到底好不好 好 除了我們 書裡面所寫的 一條一條 一個條例條例 來解說以外 你們按照這麼做 絕對不會有錯 然而 你可以再普掛 這棟房子 我來站了 這房子裡面平安不平安 有沒有鬼睡 掛簪耳清清楚楚 都可以了解 所以我們不是混有福報的人 既然沒有很大的福報 那我們自己 都已經把它學好 然後你交給你兒子 再交給孫子 這再好的話 也交兒子 有空來學 你是給他最大的資產 不然你留再多的資產 什麼時候會把你花光 誰也不曉得 你也很難料的 因為他孩子 他不了解不知己知疲 百戰百敗 那 再一星了 他可以知己知疲 百戰百勝 就不會走入 煩惱的境界 也叫做與其無所生 所以當天 在世間上 也說我會通靈 會通靈的人不多 言如意 他的老公 他回到台灣 因為長輩往生 回家守孝 他也很有慧根 很愛心 守孝之後 祖先開花 他的覺性和靈性 開花出來 他就知一切 就在清朝的時候 清末 一位王厚林老先生在大陸 都不認識他 他爸爸往生了 他在墓園裡面守孝三年 結果開花出來 開花出來了 他的佛性 他就知一切周圍環境的疾兇禍 知道朋友的一些事情 也知道祖先 還有其他神 佛 耶穌 上帝 也都會來藉在他的身上 來傳達一些空界的信息 然後傳到社界來 告訴所有的人 這個不是壞事 這是一段時間 鼓勵他正心正面 你昨天給我看 回去靜靜地觀察一下 這不是鬼附身 都不是 他要開花他的覺性 他的靈性已經開花出來了 告訴他正常工作要做 正常事業要做 你信基督教了 聖經都拿起來讀 聖經 佛經 易經 禮都是一 就 與其無所生 從善子惡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視為諸佛聖神 上帝的教育 所以這一點事情 是異經 你不要去洗煩惱 這也是異經 你從異經來算 你就清清楚楚 如果觀鬼搖動了 就是有妖魔鬼怪 沒有啊 浮神動了 浮神一動 就有洗 浮神一動 智慧開 這個異經的法則 希望各位同修我們好好的練下去 約六十三幾 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